花东铁路电气化建设当中最艰巨的山里隧道工程 在全力赶工之下正式宣布贯通了 这个全程5.3公里长的山里隧道通车之后 明年底开始台北到台东的车程可以缩短到三个半小时以内 如果再加上北宜和南回铁路电气化完工 2022年以后的环岛铁路网 不管从哪里出发 三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抵达目的地 隧道北端的大型砖孔机不断敲打 花东铁路电气化当中 施工困难度最高的山里隧道 此刻终于贯通 从民国99年3月施工开始 山里隧道几乎是工程人员最大的梦魇 隧道顶端常常因为渗水导致摊坊 最惨烈的一次摊坊面积超过4000立方 等于一次要500辆卡车出动才载得完这些厨房 花东铁路电气化最关键性的工程 我们这个贯通以后呢 等于说这个整个工程 骑程的这个原来的比较不确定性 我们现在就可以非常有把握 山里隧道贯穿之后 列车速度将从现在的时速110公里 提高到130公里 加上瓶颈路段结完取直 未来大火车从台北到台东 可以节省35分钟以上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